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香港航空联合赞助播出 香港实践一段难过不公 我是好 欢迎收看 是2月4日的凤凰美洲新闻 新闻首先带你来关注 美国总统特朗普 4号抵达犹他州首府盐湖城 他当会宣布 大幅缩小犹他州 两个国家保护区的面积 声称要还地于民 将土地用于发展经济 特朗普搭乘专机 抵达盐湖城 有多名地方官员在场迎接 他与现场民众握手签名 进行互动 特朗普之后参观了摩门教会 为穷人提供食物的场所 并且和摩门教领袖会面 他当天签署了行政命令 宣布缩小犹他州 两个国家保护区 总共两百二十万亩面积 能够让当地的政府 把土地用于采矿 还有畜牧业等等用途 但是有大批民众 手持标语抗议特朗普的决定 特朗普早前批评前总统奥巴马 滥用联邦政府权力 设立大面积的保护区 他声称要将土地归还给人民 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 4号接受媒体访问时 为前国家安全顾问弗林 领不平 并借此攻击前大选对手希拉里 当天克里姆林公也指出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时下令 延迟回应美国制裁与弗林毫无关联 特朗普在讲话中 借前国家安全顾问弗林事件 攻击他2016大选中的对手希拉里 趁他曾多次向美国联邦调查局撒谎 却没有受到惩罚 而弗林的一次撒谎 却令他的生活可能毁于一旦 特朗普表示 这让他感到难过和不公 特朗普随后登上飞机 出发前往犹他州 特朗普日前表示 二月之所以解雇弗林 是因为他在关于与俄罗斯的接触方面 向副总统彭斯与联邦调查局撒谎 美国检方指 弗林去年12月与时任俄罗斯驻美大使 基斯利亚克通电话 讨论了奥巴马政府对俄罗斯施加的制裁 当时奥巴马政府指俄罗斯涉嫌通过黑客 干预美国大选 采取了驱逐35名俄罗斯外交官 但普京并未立即做出报复行动 趁将是特朗普上台后的美俄关系 再做决定 被怀疑与弗林的通话内容有关 克里姆林公发言人 德米特里斯号就表示 这种说法十分荒谬 弗林没有向基斯利亚克做出任何要求 也没有人曾传达这种要求 能够影响普京决定的 只有俄罗斯的国家利益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另外由后来乌演技派男神马特戴蒙 以及克里斯托福·沃尔兹 领前主演的奇幻黑色幽默剧 Downsizing 缩小人生 即将在圣诞节当期在全美上映 主演之一的越南一号来乌尼演员周鸿就表示 这是一部有着深远意义的作品 Downsizing 缩小人生 是由好莱坞导演亚历山大佩恩指导 两大演技派男神马特戴蒙 以及克里斯托福·沃尔兹 领衔主演的奇幻黑色幽默剧 讲述走到人生瓶颈的保罗 通过一项革命性的手术 将自己缩小成了一个身高 只有五英寸高的小矮人 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奇幻冒险 而在当中饰演女一号的好莱坞 越南籍女演员周鸿就表示 能够与包括马特戴蒙等众多 好莱坞资深老戏骨合作 感到无比荣幸 I love Matt He's the biggest movie star but he's so humble and modest and down to earth He's a generous scene partner And we're working on very sensitive scenes So you really need to trust the other person And know that they're there to support you And I felt that with him 到底我们的保罗变成小人国的一员以后 会有怎样的奇幻人生 有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 影片将会在本月的22号上映 凤凰卫视徐乐 何柯亭 张玲 洛杉矶报道 另一方面 第六届科学突破奖颁奖典礼 3号在硅谷举行 来自台湾的欧阳娜娜 成为亚洲第一位受邀表演的艺人 我们来看她在颁奖典礼前 接受本台记者的专访 科学突破奖是全球奖金额最高的奖项之一 致力于表彰有杰出贡献的各国科学家们 欧阳娜娜与美国著名说唱歌手维茲卡利法 共同演绎了See You Again 欧阳娜娜11岁就赢得台湾大提琴比赛冠军 2013年更考取所有音乐人 梦寐以求的美国科蒂斯音乐学院 并获得全额奖学金 不过凭借电影《北京爱情故事》 进入影视圈后 她在2015年决定退学 小娜认为人生选择没有对错 要尊重本心 当下我不知道我做了这选择会发生什么事情 但是我觉得我勇敢地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那也没有什么对错 也不用谈什么后不后悔 所以我挺尊重自己的选择的 虽然不再专攻大提琴 但每每外出拍戏 小娜都会带上大提琴 如今音乐和演戏对她来说缺一不可 演员还算是一个我的工作 就是你说可能很多事情 就是演员你可能还要做很多事情吧 不是只是演戏 但音乐对我来说 她就算她不是我的职业 她也会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 年仅17岁的小娜出身演艺世家 父亲欧阳龙 母亲傅娟 姑姑欧阳飞飞 他们挺放心让我交给剧组的 因为其实剧组有导演 他们是掌管这个东西的 所以我觉得我还是尊重导演 编剧告诉我东西 但爸爸还是挺像知道我的 你以后给她一点机会吧 机缘巧合进入影视圈以来 小娜清纯甜美的外形 并没能阻止很多人对她演技的诟病 她还是抱着学习的目的 在上月参加了 当红具有争议性的综艺节目 演员的诞生 我觉得做到演员 要做一个专业的演员 是一件特别难的一件事情 然后也是一条很长的路 其实跟音乐家一样 成龙影片《机器之血》 年底即将供应 小娜在片中饰演神秘少女Nancy 她对于自己参演的首部科幻动作片 就充满期待 富汗卫视刘海平旧金山报导 好过过过后我们来看更多的消息 感谢回来 我们来看今天来自美国各地的警讯 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日前的喜事 也是两国友好合作的成果 圆梦寓意梦想成真 寄托了人们对大雄猫宝宝的祝福 和对中法友谊的期许 彭麗媛又表示 圆梦的出身象征着中法关系 新的美好前景 忠心祝愿小圆梦茁壮成长 给法国人民特别是小朋友 带来更多欢乐 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 正在浙江乌镇举行 大会真实发布 世界互联网发展报告2017 和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17蓝皮书 蓝皮书首次全领域 全景式梳理全球互联网发展状况 并系统呈现中国互联网发展成就 以及互联网治理的中国经验 这也是世界互联网大会举办以来 首次面向全球发布 互联网领域最新学术研究成果 报告首次设立 并发布世界互联网发展指数指标体系 设定了基础设施 创新能力 产业发展 网络应用 网络安全 网络治理等六大维度的一级指标 并兼顾总量指标和人均指标 填补了全球互联网发展综合指标的空白 中国空军新闻发言人 申敬科4号在华北某机场发布消息说 中国空军近日出动侦察机 服务黄海东海远海训练 提高备战打仗能力 维护国家战略利益 据中国空军官方微博消息 中国空军侦察机这次远海训练 飞了过去没有飞过的航线 到了过去没有到过的领域 空军当天同步组织 舰机机预警机和地空导弹部队实施协同训练 官方微博指出 中共十九大召开后 空军在加强实战化军事训练 提高备战打仗能力上 既有新迹象更有新作为 提升了海上方向实战能力 推进了作战指挥能力建设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继续观看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财经消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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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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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势的趋势 不过新机总体走势 还是导致创立着新高作收 三大指数涨跌互渐收盘 以上是新机情况 凤红一时旁哲 纽约报道 我们来关注 今天世界各地的全球财经指数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我们来看一下 未来24小时的全球天气情况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以上就是这节新闻 详细的新闻内容 请登陆凤凰新闻微信平台 感谢关注 凤凰每周新闻友 长荣航空 A Star Alliance Member 老力是华人独家代理 李新华匪罪金城 中国东方航空 全新启航 静后您到来 让充满回忆的车子和房子 获得应有的保障 Stay Farm 让您稳健一生 香港航空 联合赞助播出 请不吝点赞助